今天我們帶來邀請到 非常喜歡開車的艾大 幫大家來感受一下 S-Class如果是自駕的話 感受是如何 是 我喜歡自己開 冠於喜歡 被人載 那我就幫大老闆們感受一下 坐在後座是不是很舒適好不好 拜託艾大囉 走 拜託艾大囉 走 哇 我今天真的太榮幸了 可以重金禮聘到艾大當我的司機 其實是我比較榮幸可以幫冠儀駕車喔 那你開起來感覺怎麼樣呢 當然我自己本身也喜歡開車 其實關於我開這台車我感到很驚訝 驚訝就是這麼大一台車 竟然可以開起來這麼的輕鬆靈活 它其實已經超過了五米 家庭五米三耶 數據已經三米二了 因為我自己開的車子大概四米九多 所以已經覺得它很笨重 但是我的車子是有選配後輪轉向 所以感覺還算輕鬆 但我沒想到這台五米三的車子 當然它後輪轉向也是有選配 而且它後輪轉向的角度更大 大到難以令人想像 所以它在轉彎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靈活 因為它最大的輔助可以到十度 十度 沒錯 到目前我們應該說在台灣裡面看到的是 後輪轉向輔助的這個角度是最大的 真的令人非常的驚艷 而且我們今天試駕這個是500 對 而且是長軸版 長軸版 那它的動力上面其實又比450 還要更大一些 是 所以我說其實很難以想像 這麼大一台車 它今天配置的是3.0升 直列六缸的渦輪增在一起 就開起來這麼的輕鬆 當然我覺得很大一個重點 是因為它也配置了EQ Boost 這個輕油電的混合動力系統 所以其實它的引擎最大馬力有435匹 有53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哇 這已經是非常驚人 跑車等級的動力來源了 只有3.0升的六缸渦輪增加就可以辦到 那當然如果它再加上 它48V的一個電子的一個助力的話 它的馬力更高達了457匹 也就是說EQ Boost可以增加 22匹的最大馬力 真的是嚇到我了 而且其實這個動力整個的規格上面 它就跟我們之前有試駕過 那個153 Coupe 它是一模一樣的動力規格 但是在這台車上面的校調 我覺得它更加的怎麼樣 舒適順暢 因為它配置的這個是 酒機Teptronic的9速手自排 那其實因為我以前開的賓士 只有配到7速 那後來它才慢慢更新到9速的手自排 所以你看它這麼大一台車 它0到100的加速也只要4.9秒 所以我坐在其他後座 沒有感覺到說 那個換檔的很明顯 因為它換檔非常非常的綿密 這個最主要是因為 如果我坐在後面的老闆 絕對有很嚴重的頓挫感的話 大概這個司機可能明天就要失業了 那表示我今天這個 你的技術好 司機的角色扮演得還不錯 不過我覺得這台車真的還滿適合自駕的 因為第一個我自己喜歡駕車 第二個我覺得它現在新一代的這個 MVUX的多媒體系統 尤其是它的3D儀表版的部分 我也覺得超驚豔的 你知道嗎 所以基本上它還透過臉部辨識 它可以辨識我的臉你知道 辨識我的臉之後 然後它就會有所謂的個人化設定的MVUX系統 也就是說我上車跟怪儀你上車所看到畫面 可能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習慣不同 對 因為我們自己所要設定的 想要的畫面模組是不一樣 像我現在就是把這個 導航的螢幕呢利用這個3D 裸式的3D呢整個放在我的儀表版上面 真的是很厲害 我從後面看超明顯的 是 所以它這個裸式的3D系統 它會追蹤我的雙眼 追蹤我的雙眼看我到底在看哪裡 而去做一些做調整 讓我能夠更清楚的看到 它所根據視線的位置 來生成的空間影像 所以你在這個裸式3D上面 你不會有說 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看不清楚的狀況 所以我說這台車啊 不僅僅是大老闆很喜歡 我覺得大老闆平時自駕也非常的棒 而且其實不是說這一次啊 雖然很多的科技都在駕駛座對不對 可是它絕對不會讓駕駛座專門移転 因為我們坐在後座的地方 現在啊我坐在任何一個位置 都可以用MVUX來控制這台車 沒錯 譬如說像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 我就可以跟賓士說話 嗨賓士 有什麼我可以幫你的嗎 幫我把後面的遮陽臉打開 我打開了後座捲簾 這麼聰明啊 對 哇塞 這個現在現在新的MVUX 它對於語音的辨識以及這個智慧理解的程度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驚人 就越來越聰明了 真的 而且其實全車啊 我們可以看到有五個觸控的螢幕 包括連我手上拿的這個 就是很多大老闆不需要我往前去控制這些 11.6吋我前面的這個螢幕嘛 我可以透過這種小螢幕 我就可以來控制 甚至於像它這個 我連坐在這個座椅上面 第一個 它很大 很舒服 像我是比較瘦 所以它的腿部支撐很好 如果愛戴你來坐的話 它後面整個的這個空間也表現非常好 即使是比較雄壯威武的老闆 坐在後面呢 它整個支撐性也很好 而且它有按摩椅的功能 然後通風加熱都有 OK 那老闆我們今天去哪兒 你好 賓士 你好 有什麼事嗎 導航到台北101購物中心 我找到了這些結果 你想要開車去哪裡 1 我來為你載入 哇 太棒 我連後面都可以扣子耶 大 我們去101吃飯 是 冠儀妳知道 它現在的這一套導航系統 包含虛擬這個擴增實鏡 你看到沒有 這邊有一個魚骨型的箭頭 有耶 告訴我要回轉 這個是直接投影在擴增實鏡 利用擴增實鏡的技術 直接投射在現場真實的畫面上面 那當然其實我的前面的 台頭顯示器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魚骨 我覺得真的超強的 所以兩個地方都可以看到 是 沒錯 沒錯 哇 這個很棒耶 因為其實它好多的科技放在上面耶 當然 因為我覺得現在新的這個 抬頭顯示器 它上面所顯示的資訊非常多 包含導航 包含了新的魚骨型的箭頭 所以讓我們可以更早的 就精準的判斷 我們等一下預知的行車路線 這一點是我覺得非常強的地方 另外其實我剛在這個變換車道的時候 我也發現 包含它的盲點偵測系統 如果它偵測到我的左後方 或者右後方有車 我打的方向準備變換車道的時候 不僅僅是後照鏡上面會做顯示 或者是聲光的提示 在抬頭顯示器上面 也會顯示出來 我的左後方有車 哇 所以這其實如果坐在這個車子裡面 所有的成員都會非常的安全耶 是 沒錯 然後像我剛才 其實愛大尼開車這一路走 我們都走在台北市區嘛 那台北市區其實很多路 是比較不太好的 是 就庫裝路面的品質不是太好 沒錯 可是因為我坐在後面啊 我覺得我幾乎沒有感覺到 路面的那種顛破的感覺 也有可能是因為它增加了這個 Airmatic 它的氣壓懸吊 是 賓士的Airmatic 氣壓懸吊 一直以來都是舒適性的一個代表 那當然這個Airmatic 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強 除了氣壓懸吊本身的舒適之外 我覺得在安全性的房屋上面 也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我們知道其實賓士有 新世代5.0的智慧駕駕駛輔助系統 包含了智能定速的車距輔助 包含了這個主動防撞的路口車流辨識 行人辨識 車輛擁塞的辨識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主動盲點含離車輔助 就是防三寶的那一套系統 對不對 那當然主動轉向煞車輔助 主動車道維持輔助 它整個Presafety Plus的主動後方的安全防護 都是完善的 那當然我覺得還有一點非常厲害的東西 這個跟Airmatic有關 因為它有一個Presafety 主動的側撞防護系統 什麼叫側撞防護系統 它結合的是E-Active Body Control 這個進階主動式的車身穩定系統 如果它偵測到我們的側面 即將受到撞擊的時候 它可以在一秒內 透過Airmatic這個懸吊系統 把我們的車身提高8公分 所以其實新一代的S-Class 它不只是科技 讓大家感覺躍進的一個世代 而且它的安全上面 又比之前還要更進步耶 真的 其實它還包含了後座的安全氣囊 那當然從前座的椅背 可以彈出來一個正面氣囊 這兩邊都可以分享 對 所以這是非常厲害 所以可以支撐後座乘客的頭部以及頸部 大幅的降低傷害 對 因為它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那個打棒球的那個棒球手套 對 它就像U型一樣 可以幫你包覆住 接住 所以它這個後座安全氣囊 就會把我們的後座乘客 給完全的包覆住 哇 這個魚骨型的箭頭 真的好厲害喔 所以開車來講是有很大的幫助嗎 是 很舒服 很棒喔 而且對於這個指向性非好 像我一路開車一路跟你講話 我可以透過這個魚骨型的箭頭 在台油顯示器上面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下一個路徑要在哪裡轉彎 比較不會錯過那個要轉彎的路口 好 小謝 那你就慢慢開喔 到了時候叫我 是 老闆 我現在就好好的來休息一下 它還有一個完全躺下來的模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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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